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晴晴 你們專門來看我嗎? 當然, 我晚上睡覺後你還沒回來 你一定是因為這個蛋糕比賽 令你很大壓力吧? 聽嘉嘉說, 比賽因為評判有事延期 那就更好, 多點時間休息了 雙手好得七七八八 但是這個羅威的心臨 我真的做得不夠好 那我可以試試嗎? 不, 是我吃過之中最好吃的 你一定會贏 但他和我當年最好朋友做的味道 還差點 當年他和我一起參加這個比賽 他還想用羅威的森林 他和他的參賽作品 他說因為這個蛋糕背後有個故事 故事是呢? 有一本書叫做History of Cakes 這本書是羅威的森林最底層的芝士 所以黏在一些幼滑的忌廉 就代表朋友之間最甜蜜的關心和問候 他說這個蛋糕代表著我們的關係 但很可惜, 我們還沒參加這個比賽 他就已經失蹤了 我們這麼想參加這個比賽 就是想還其一個心願嗎? 這是我們的夢想 但現在沒了他 我做這個羅威的森林 好像沒了色彩 不開心的事都過去了 你和阿華就行了, 是嗎? 阿華很疼愛我 他還慢慢過來陪我 但他始終是外韓人 和我沒有這個做蛋糕的默契 我曾經以為我找到一個合拍的人 但原來我是自己想多了 阿華, 你說一下笑話, 哄哄晴晴 我哄哄你而已 那我也想他開心的 好吧 福爾摩斯和阿華生有一天去露營 晚上睡在障礙裡 睡到半夜, 福爾摩斯砸醒了 看著天氣就叫醒阿華生 就問他, 看著天氣, 你想到什麼? 阿華生心想想是擦鞋子的好時機 對, 他就回答了 看著天氣, 看著萬千的繁星 我就想起浩瀚的宇宙 人類很渺小 所以我會繼續努力跟福爾摩斯 做個神探 他覺得自己讀得很好 就問福爾摩斯 你又想起什麼? 福爾摩斯就說 死笨, 我們的帳戶被人偷了 對吧?笑話就好一點了 有時候我們想得越負面 負面的事情就會發生 所以我們學Bill基所說 四個字, Be positive 嘉嘉, 你這麼享受 難怪Bill基這麼喜歡你 其實我也是學Bill基的 有時候我不開心 Bill基就會這樣哄我 你欠到我紅了臉 真的嗎? 晴晴, 我買了宵夜給你吃 在這裡有驚喜 牙底華, 這麼巧 我想你想去廁所嗎? 對 真是不幸運, 這樣也碰到你 好了, 畢竟是警察 你現在想帶我去哪裡? 你以為我真的探望你女朋友嗎? 你這個牙底華 除了黏著女朋友之外 你還有什麼好做? 阿彌華, 你有時不避一輩子 就把吧 沒有呀 我還以為你是我男閨密 一條底褲兩份穿 一張單人藏兩份穿 不知道你吃碗便翻碗底 沒有呀… 你的刀這麼小, 刺下來我很痛 是很痛的 地板這麼大, 把你的手弄得很困軟 以後我們的關係 就像麥瓜一樣, 一刀兩斷 我真是當你兄弟, 不要, 大哥 不要, 大哥 我大哥 叫你屎老Sir做大哥 上次叫你刮過一鳴的資料 你就玩潛水, 是嗎? 一會兒, 麥犀就被屎老Sir留責任 還不是你出賣他? 我沒有, 我有苦衷 你的苦衷就保住你的工作 你明知道屎老Sir要弄死麥犀 你也做過奴隸秀 算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入賊 進來的水飯也挺好吃的 不過這次進去, 一定多坐幾樓 大哥, 其實我已經查過很多東西 但我真的不可以再查下去了 說吧, 你查到什麼? 怎麼樣?沒有吉祥查嗎? 沒有吉祥就讓我們查 其實我已經去找那個七叔了 他說他根本沒有親眼看著郭一鳴 做廁所 然後我看到那個廁所裡有個很大的槍 足夠一個人爬出去 我說郭一鳴就是趁著做廁所 那段時間偷偷地暑落 再設定這個來陷害你, 大哥 這個人弄得這麼複雜來陷害你 他變態嗎? 這傢伙究竟什麼底細從哪裡捐出來 我也查過 他很小時候父親死了 他媽媽回頭教 把他捂給我舅父養 小時候在這麼複雜的環境 那裡長大, 舅父又不疼他 很容易就有這個反社會人格 就這樣吧 Q仔, 弄好一部吱雜機 本來沒得救, 但我有Q仔就行了 先喝點東西吧 這隻鴨子為何這麼難聽 其他鴨子都很喜歡取笑你的臭小鴨 你到底是什麼怪物生? 阿彩的思想這麼簡單 可惜被一個壞人破壞了 這個國一鳴, 好微好茅山沙塞 你幫我再見到他, 我一定剪掉他 神探波羅油膠樓 對付高智能罪犯有兩個字, 酷彈 我也送你兩個字, 鴨蛋 是不是呢? 你罵到機器都鴨蛋了? 是不是吃了帶? 不是, 還在走 當然是那個阿彩, 按了錄音鍵 所以洗了餅帶 茉西哥哥哥 茉西哥哥哥, 你是不是在房間裡? 茉西哥哥哥 我… 錄到最後了, 聽到什麼? 我想應該是阿彩在案發的時候 錄下了郭一鳴的行兇過程 難怪, 阿彩之前把這部機器當作是寶 但是現在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很討厭這部機器 上次我們在沙灘的時候 可不是簡直想扔爛那部機器嗎? 原來聽到餅帶的時候 會想起一些很不開心的回憶 照這樣說 餅帶不是有機會幫茉西哥脫嘴嗎? 神探Bill基, 明辨是非 這部電影證實了案發現場有三個人 而案發經過應該是… 不, 餅帶是非 麥西哥哥哥 嘉嘉真是很漂亮 回運, 樣子像這樣 什麼?我只是在重組案情 脫衣服那一部分, 過了它 只讓你想, 我覺得阿彩想得很糟糕 什麼?我在想 我在想… 你在想什麼? 沒有, 我在想郭一鳴搞好事之後 他為什麼不馬上走呢? 他留下來幹什麼? 你說的, 十個男人九個滾 還有一個還在想 難道我在想, 所以還沒行動? 但是那個驗身報告說 阿彩沒有被人性侵犯 給女兒聽聽 那個哥哥? 是嗎? 聽到什麼聲音? 有點像一個小鳥的吱吱吱叫 在這些鄉下的地方 有吱吱吱的聲音也不奇怪嗎? 不是的, 像是很平均的 那會不會是一個相機的閉嘴呢? 嘉嘉, 我們真是心有靈犀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相機快門聲 可以自選嗎? 可以設定它做, 穿著叫 甚至是… 我想到了 一、二、三 太好了 不騙, 郭先生 那些聲音就是郭一鳴 他相機的閉嘴聲 他在用的相機就是富仔排 DC666F, 我記得的 那部相機的賣點 就是有不同大自然的閉嘴聲 那就是他留在這裡拍照 K先生, 你真是基神嗎? 你為什麼郭一鳴要拍照? 難道他想拍阿彩的裸照? 不會, 他的目標是墨西角 墨西角的裸照? 更不會了 神探波羅由第288期 出現過一個剿剪狂徒 他專門在鐵路上犯案 最恐怖的就是 他很喜歡剪下受害者的幾塊肉 用來留念 外國也有一個連環兇手 叫Jack the Ripper 他最喜歡剪出受害者的器官來留念 很有可能 郭一鳴每次報仇的時候 他都會拍下受害者的照片 當集友地儲起他 然後每次看的時候 都有報仇的快感 只要我們找到這輯照片 就可以幫到墨西哥 我記得他說過 他的相機是麒麟社的 難道在那裡? 郭一鳴就住在麒麟社宿舍 但我查過了 有很多社工跟他一起住 沒什麼私人空間 那就是說他的照片 一定會藏在他另一個鬥裡 最大可能就在他的辦公室上 但他認得我,我不可以去 這次不用管了 我和嘉嘉情禮當出名 各位女友忌 今天沙頭角一日遊 大家玩得開心不開心? 開心… 開心就好了,大家都累了 不如回去早點休息 下次再玩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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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Sir 什麼事?彭公公 麻煩你幫我飛揚 Maria拍幾張照片 她是一二一 暗暗,說要記上回菲律賓 麻煩你,Mr. Clark 你這麼好,家人很喜歡我 好,沒問題,我幫你拍 不如站在那邊,有些花花,很漂亮 那邊光漂亮,你那邊 好,你站在那邊 好 預備,一、二、三,乾杯 好,過來看看 謝謝你 現在的科技這麼不得了 馬上拍就馬上有得看 照片怎麼印出來的? 很簡單而已,我的相機有記憶卡 我記憶卡用Wi-Fi傳到我房間 辦公室的電腦 然後電腦接駁了一個印刷 然後按按鈕印刷就印出來了 很容易,你幫我再拍幾張行不行? 行,沒問題… 我剛剛學了港女十色 我做給你看 好… 不好意思,我的飛龍爆發燈 好,你們慢慢拍,我要撞死 好,好,不妨礙你 好,好,好,預備 來 大家認識是不是? 一、二、三 買嬌車的嬌真是神經病 這個解駕小神仙真是神購的apps 這麼多照片? 不,先抄下來 你好 好 你好 Mr. Qua,你認得我這麼漂亮的家人 看見一定沒有擔心 來… 再見 不好意思,沒電 我回房間拿電 不,Mr. Qua 就是我家鄉很遠 這裡沒人跟我聊天,你跟我聊天 我太疲倦了,太疲倦了 不,我其實進房間拿電燃之後 順便拍照給你記下來 不如你先跟鄉你聊天吧 很快… 這麼慢?也叫姐姐買一隻超級時必手指 死定了…鑑鑼 我太疲倦了,我太疲倦了 我沒有飛機了,你怎麼說 快點… 沒有,我沒有飛機了 什麼事? 她剛才你跟我拍照的時候 她已經靠著我的上次身體了 她牽著手 我沒有飛機,我沒有飛機了 我真的… 姐姐 搞定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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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人說… 是,說人家摸她吧 我叫你走路過龍躺 別發霉, 發霉人說人魔你 對不起, 他現在被人魔忌暈 對不起, 走吧, 不收家 六個截到火焚… 對不起… 走吧…很噁心, 肉酸 那沒事了, 繼續工作吧 什麼環境? 光一鳴上樓做家房, 還沒下來 回來, 又偷吃? 新鮮出爐, 我排了十五分鐘 特地客人敬你 變了 怎麼變? 以前你自己一個人吃 怎麼會買東西給人吃? 查案辛苦嘛 六點了?不如早點下班吧 去哪裡?我繞你 不用 真的不用? 想到那邊做個蝦子滷麵, 你先走 真的不用? 怎麼會這麼婆媽呢? 一向下班我最瀟灑的 是, 下班 你幹什麼?你別亂來 是, 壞蛋, 弄個局給我踩 我這人有受必務, 十倍奉還 你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嗎? 在盤蔡演, 把我獨孤放在我的碗裡 還要偷走唐叔的三蛇酒 引我回唐叔家 然後等我暈倒之後 把阿彩放在我身邊 弄得我們依三不整 冤枉非禮? 阿彩,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放手吧 好嗎? 看著你吧, 豬狗也不如 沒家教 說錯了 應該是有爺生, 沒家教 豬狗 臭小子 馬上有爺生, 沒家教 可能偷東西也沒家教 如果不是你媽媽, 讓我照顧你 一旦趴你走 豈止跟你有無分別 你死了, 臭小子 什麼?你沒家教 有爺生, 沒家教 有爺生, 沒家教 有爺生, 沒家教 你以為我想 說我沒家教 罵得我這麼爽 我不會有任何依陪我們 嘉嘉, 你很累了, 要休息一下 我想快點幫到麥犀哥 表姬, 除了這些照片, 有沒有其他 那個明報佬的照片都在那裡 我們三個人六隻眼 來來會把照片看了很多次 不然公公婆婆的照片 只是風景照片 難道它真的這麼正常? 不只, 照片應該是真拍的 沒有電腦加工, 一點可疑都沒有 也沒有麥犀哥的拿照 表姬, 你那邊有沒有料到? 就是了, 我們在那裡看了那麼久 在那裡搞這麼久, 搞什麼? 照片沒有線索, 沒關係 一個神探永遠有兩手準備 我在那一名的腦袋上掃照的時候 就順手裝上這個 小小小露寶, 黃金加強版 間諜木馬程式Version 5.6 我現在看著它的樓欄紀錄 看看有沒有把照片放上網做背景 你們看看 什麼? 麥犀哥送了這張這樣的照片給我 去吃麵, 怪不得這麼晚還沒回來 但是這張照片是西北雲吞麵 我記得他說過 他最討厭這間店的雲吞麵 因為那些鹼水味比哨水味還壞 你以為餓死也不會吃這裡的雲吞麵 連麥犀哥也選擇餓死而不吃的西北雲吞麵 一定有問題 我最了解他了, 麥犀哥應該是太緊張 所以口味也變成了 他肯吃就行了 證明他開心, 這是好事 好事成雙, 檢查完了 讓我看看 等等, 照片快點 是他了 芝加哥有一個很著名的 保安嚴密的網上收費相簿 沒有的, 之前在美國發生了連環戀童案 這個網站說保護客人私隱 所以可以拒絕FBI去檢查他們 難道郭一鳴把不見光的照片 放在這個網站上? Bill基, 他沒有方法 進入郭林文革的帳戶? 當然沒問題 好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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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始終有破綻嘛 郭一鳴為人這麼小心 一定連萬分之一的風險也不想冒 於是他一定把照片放在一個 他覺得是密不透風的秘密基地 是彌底華打來 林耀基,我查到的東西是關於郭一鳴 這個郭一鳴十四歲那年 是接受過警司警戒的 因為他從後襲擊他表舅父 令他受傷,要住醫院 出手這麼重 郭一鳴一定很討厭他表舅父 討厭他也不奇怪 我現在看過郭一鳴當時下的口供 他說他表舅父不但經常誣他偷錢 還經常把他當沙巴打,打得他傷了 這些生活他過了兩年 真是 耐忍兩年才飽? 難道他表舅父突然之間做了什麼 氣得他變成這樣? 那我要找他表舅父的口供出來 等等 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邊打一邊罵 就這樣說他經常偷錢 說他有夜生沒吵架,說他狗也不如 無家教,有夜生沒吵架 怎麼樣?Q,想到什麼? 之前兩次見過郭一鳴都聽到有人說 沒有家教,有夜生沒吵架 你有沒有家教? 男人是女人的,你不要家教嗎? 我來 神探標記,明辨是非 郭一鳴是個高智能罪犯 不過可惜他遇到我 笑什麼?你說吧 在神探波羅游第152期裡面說過 連環殺手的資質 一個連環殺手最大的特徵就是重複 郭一鳴雖然不是連環殺手 但是完全符合了重複這個條件 首先拼勻別人,然後進行報復 好像巴士上跟他吵架的Linda 他先拼勻他,之後拖他進口行 鎖他一點標訪 就像麥犀一樣 他拼勻他之後就說他非禮阿財 郭一鳴這樣做,他的動機是什麼? 就是為了Q姐剛才說的兩句話 沒有家教,有爺生沒有家教 沒錯,郭一鳴自小就缺乏家庭溫暖 經常被他表舅舅虐待 剛才淆底華也說了 他表舅舅很喜歡一邊打他 就一邊罵他 有爺生沒有家教,沒有家教 這種說話 久而久之,這兩句話就藏在他心裡 變成他的禁忌 萬一有人拍到這兒子 有意也好,無意也好 他一定盡合大報復 我明白了 難怪當年他那份心理報告 都說他有很大的報復心 郭一鳴這種反社會人格的人 會不會再找機會再害墨西哥多次 有什麼事? 剛才墨西哥傳這張照片來 會不會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他現在被人跟蹤,所以無法打電話 對了,我還是再叫墨西哥了 你們怎麼會這樣? 我沒有,你可能要去找一個人 你可能要去玩什麼東西 你可能要去玩什麼東西 是誰,對吧 我們去乎這張照片 rasabuj 是我的巨星 你不覺得是你的? 你怎麼了?大哥有什麼事? 我們收了照片 是麥犀哥被人打暈了 什麼打暈?立刻把照片給我看看 發給劉底華 麥犀哥的電話又是打不通 一定是郭安明 他打暈麥犀之後, 訂了照片給我們 想告訴你, 我們不夠他回答 我不管你什麼原因 立刻找到麥犀哥回來 回看時間 麥犀應該還在西北雲吞面附近 但西北雲吞面四周都是, 不知道哪一間 怎麼會這樣呢? 之前麥犀哥不是發了照片給你的 他一定是留了一些訊息給我們 知道是第三階?伸完盤了 好, 馬上去第三階 知道了 老豆, 我們去救麥犀 你別留下了, 王興那邊靠你 聽不聽到嗎? 阿頭, 大家準備好嗎? 準備好 準備好 出發 站在這裡 你去哪裡? 華哥說去把郭一鳴回來 我路可打給你們打人嗎? 我不知道 警官, 郭一鳴跟一宗襲擊傷人案有關 這張照片就是最好的證據 我現在去救人, 然後我就會拘捕他 你真聰明 你怎麼知道這張照片不是假的 經常跟那些爛鬼偵探射打龍通 全部人坐下來, 一個都不准走 阿華哥, 剛才大Sir下了命令 說今晚義豐和東升兩大遲頭談判 隨時會開大片 所以所有人要在警署準備好 那拳頭鑽得這麼緊, 一定很不拒 不拒又怎麼樣?信不信我在大Sir面前撲死你 是呀, 我的事很不信, 阿Sir 你喜歡撲我嘛, 撲得夠吧 阿Sir, 我現在去救人, 接著我就會拘捕他 你喜歡玩這種遊戲, 你自己玩吧 但你不要阻礙我做事, 拜託 謝謝, Sir 頂多手裝了一塊相機, 又沒多舊 行了…這張罰款是入供的 你現在什麼事都不要想 那總之全速前進, 去第三階 好, 坐穩吧 阿嬌, 你開大車, 讓我鎮定一點 這麼安有信奴? 我們別做個追蹤器 難道是墨西哥的身上? 如果是的話, 我們跟著這個星人 會不會找到他? 信奴正在去第三階的相反方向 還越來越遠 還會這樣 一定是墨西哥 他想留下線索, 告訴我哪兒要救他 那要不要掉頭? 不用事 但是墨西哥被人打暈了 不會這麼快醒來 難道郭一鳴想帶走墨西哥 去另一個地方, 想去折磨他? 不像, 墨西哥這麼重 星人又走得這麼快 不知道背著一個胖人 星人進到商場 郭一鳴怎麼會這麼笨 背著暈了一個胖子到處走, 拘捕嗎? 對, 據我說這個信號應該是郭一鳴 自己一個 一定是墨西臨運之前 把那些追蹤器放在他身上 墨西哥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蝦就怎麼釣大魚 墨西一定是想到 郭一鳴一定會拍下受害者的樣子 於是用自己做理, 引他上吊 郭一鳴現在應該很蠻 很想快點回去處理照片 就是說我們跟著信號就找到他的鬥 找多照片就知道墨西哥給我一名插裝嫁和 牛底橫是不是正在來? 是, 只有我自己一個 因為史劉老師就做搞笑棍, 不放其他人 好, 現在返回兩路 兩個女生跟著我, 我們去第三層 Bill基, 你會合牛底橫 開著你的手機應用程式, 跟著那個訊號 無論如何也要盡快找到那疊照片 證明墨西哥是無辜 這裡路 沒什麼 小心點, Bill基 四個字, 保留在身上 看照片應該是這裡 你分頭找找, 看有沒有發現 知道 娜姐, 開旁邊找到墨西哥的電話 但是壞了, 打不開 你問問什麼味道? 漂白水? 沒錯, 是漂白水 郭一鳴一定是用漂白水 先清洗墨西哥的血跡破壞現場的證供 然後再帶走墨西哥 墨西哥流了這麼多血, 又這麼大隻 要抬走他, 應該不能去太遠 所以郭一鳴一定是把墨西哥 藏在附近一個隱蔽的地方 我們馬上再找 說我沒家教, 有爺生沒哪教 連狗也不如 我看看現在誰連狗也不如 鎖了這麼多隱蔽都掃不到 其實會不會不在這裡呢? 像不像墨西哥容開的小手筋嗎? 小手筋是墨西哥的 有他的Emzy, 他可能在附近 我可能就在這裡找吧 可以幫我 警察, 不要動 這次這麼聰明, 這麼早會拔槍? 當然了, 上次被Carrie 又叉頸又爪臉, 還不聰明一點 你這個他, 放下他 蹲在這裡, 搜到頭上 說明這條彈板 真是打到麥犀哥打本條人命 但我們無論如何他都好 他都不肯說明麥犀哥在哪裡 你們要快點找到他 要不然麥犀哥真是變貴犀哥了 麥犀哥, 你在嗎? 麥犀哥, 你在哪裡? 聽到來應一下 麥犀哥, 聽到來應一下我們 麥犀哥, 你在哪裡?麥犀哥 麥犀哥, 你在哪裡? 麥犀哥, 你在哪裡? 麥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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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犀哥, 你在哪裡? 麥犀哥, 你在哪裡? 麥犀哥, 說不定了, 我揹他去 大哥… 大哥, 醒來, 大哥 你別玩了, 大哥 我抓了那個郭一鳴 大哥, 你別有事了, 大哥 大哥, 你把熱氧化碳給你 然後沒有打扮, 裝傻了 我想嘗試你們兩個 你看, 牛仔樓過關了 你對我沒有本心 最重要是你沒事, 別打扮 好痛啊 還裝傻 還真痛啊 真痛嗎? 那件事告訴我, 從頭碰到我六腳 本來沒三、七個月, 我也沒得上了 水在這裡 很划算, 我覺得是… 老婆 整天在這裡炸死 他炸死?他炸瘋癲癲癲癲癲癲 可憐Q姐, 拿著二百多磅的肥肉 到處跑, 你就爽了 別玩了 Q姐, 說清楚了 我真的很感謝你救我一命 不過不用以身相許了吧 你真是夢了 我平時都是這樣救我的貓貓狗狗 二百多磅, 貓貓狗狗 你不就人道毀滅了 這麼吵, 吵架, 當然沒得休息 早點回來吧, 餓死我了 你不是吧 你叫我姐姐從家家賣東西給你吃 我最緊張家家的嘛 不要緊, 墨西哥起床叫肚子餓 油麻地名嫂鹽西腸粉 你看這個 好, 白仔忌, 雲吞撈粗 是呀… 我餵你, 好呀, 抹口 白仔忌, 雲吞的粥料 是呀 好吃, 多煮一下, 還有好東西給你 看看 你的喜愛, 順平忌炒 好棒 有傷口, 不要吃蟹了 不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這麼刺鼻的郭一鳴, 真是拼得我甘 誰叫你要去撩郭一鳴 不撩他就沒事了 我不撩他, 他怎麼會向我報復 他不報復, 又怎麼會露出破綻 這些就是為三十六計支兵行險著 那倒是, 要不是墨西哥 偷偷地把追蹤器放在他身上 張Sir和Bill基都不會找到他的秘密屋 再不會找到那些照片 嘉嘉, 你別稱讚我, 我很低調 但你可以跟我們說一聲 大家一起行動是不是比照應更多 那倒是, 有阿神探Bill基 貓也變成老虎 如果我們一起行動, 目標就會變大 到時出事, 誰來救我, 好 好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他這次這麼狼死 我打算刺激他, 他只會害我周生矣 想不到他打算殺我 看來我真的逼到他埋牆角 才引起他殺人的衝動 你就是計漏了這點 輸給自己魯莽 怎麼說都好 Q姐, 這次真是謝謝你救了我大哥 你救了我大哥, 即是救了我淆底華 以後有什麼支持不住的, 儘管叫我 不過最重要是合法的才好 你不用支持嗎? 人家Q姐在深水埗喊一聲 就是百多人來了 你經常被屎老Sir盯著, 幫到什麼 這次我支持牛底華, 他為了救你 跟屎老Sir頂道行, 激得他生虛共跳 一個人衝出警署 真的嗎? 牛底華, 果然沒看錯你 行了, 大哥, 不要說這些了 我還是做份內事而已 那這間郭英明怎麼樣? 當場斷正, 在他家裡找到這麼多照片 除了麥犀那種之外 還有他在唐叔家裡和阿彩的照片 證明他當時在案發現場 是呀, 我們查過這傢伙了 他真的有前科 之前他在麒麟社裡照顧一個婆婆 婆婆又是有老人痴呆的 又是被他騙了錢 又是被他恐嚇叫他不要報警 然後這個婆婆被他騙完之後 他就看中了唐叔 他借在麒麟社工作的身分 接近唐叔, 暗中向唐叔吐料 知道了排骨仔, 即是大哥你 小時候被狗咬過 就弄一瓦來扮成排骨仔 誰知道後來被大哥你 說中了郭一鳴的死穴 你幹什麼? 罵過他一句話… 你有家教嗎? 就是這句話, 刺激到郭一鳴 於是他決定在偷東西的時候 同時要向大哥你報復 先用毒蘑菇迷魂大哥 再偷走蛇走, 引你去唐叔家裡 其實就是要冤你做替死鬼 乘機冤你偷東西 但剛巧阿彩撞了回來 阿彩哥哥哥 郭一鳴就臨時改變了計劃 補國局, 冤枉大哥你非禮 要令你徹底身敗名烈 然後郭一鳴就拿了一部 快門有小鳥叫聲的相機出來拍照 幸好阿彩部劇設機意外開了 錄下了這段這麼重要的破案關鍵 所以律政司那邊應該很快就會撤銷 對大哥你的起訴 至於郭一鳴在唐叔家裡偷的東西 我們已經全部找回了 現在只差一點文件 文件一齊了就可以去應領了 我想問麥犀哥可不可以代替唐叔 去應領的室物嗎? 可以的 這樣就行了 麥犀哥, 你去代替唐叔領的室物 然後親手交給他 給他驚喜, 說不肯定唐叔更開心 不再生氣你, 讓你回顧你做兒子吧 你這傢伙不知道是甚麼構造 躺著醫院, 甚麼都沒事 走得走得拉, 都沒條 全靠他, 櫻圖 維他命師是橙的六十五倍 鐵質比蘋果高出二十倍 含有豐富的擴擾化物 加上膠原打拔再生活化細胞去乳脆 最重要是什麼? 我底子好嘛, 天生禮則難致棄 你天生禮則? 剛才吃吃, 我去買個包 要買你一份嗎? 別裝作, 你不敢見唐叔 你怎麼說要死? 跌倒就好了, 我低了一點習慣 待會見唐叔的時候 我跪在地上跟他說對不起 這條氣順暢了, 知道學會了之後就算了 不, 唐叔記起東西了 我怕還沒開口 就已經被他當姜拍了 你胖子, 胖子拍, 有甚麼所謂 做錯事當然要耍心 還是不是, 走 走吧 扯當狗, 慢著 有人跳海 誰跳海? 自己看看 麥犀哥, 姜姐 嘉嘉 阿彩? 回來了, 買了雪條 來吧 麥犀哥哥哥 在這裡 我懲罰你了 原來你是好人, 確實才是壞人 對不起 為何說對不起, 我也沒怪過你 我知道了整件事 郭叔是壞人 警察叔叔已經抓了他去坐牢了 阿彩現在不怕了 所以阿彩以後可以跟發霉哥哥哥玩 只玩這麼簡單嗎? 我要帶你去吃穿比燒鵝左腿 這樣才是大滿足 大滿足… 早給大滿足 阿彩, 幹嘛來沙灘玩? 阿彩說這也是電視學的 哪裡跌倒就要從那裡起身 所以我們來學游泳吧 阿彩小時候很怕海水 上一次走到海水之後 我覺得很清爽, 很舒服 所以我決定叫嘉嘉姐姐教我游泳 我想快點學會游泳 以後就可以整天來山灘游泳了 阿彩 夢想中要追 我記不起禍遂 曾志願困於堡壢 遺憾總須過去 沒治療若水 那樣我安睡 我再不想流淚 望掉舊船